语言只是一种游戏模式 也就是人在说话的时候 他都是在玩自己的一个思想 玩弄这个世界 那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套 自己所谓的自己的思想体系 或者提出自己对宇宙的一些解读 哲学的工作是去发现事实 而哲学绝对不是去创造一个事实 哲学是语言的一个思辨 是一种思辨的方法 当然那回到这里 语言就有自己的边界 那语言的边界在哪里呢 语言的边界 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是逻辑 逻辑呢就是语言的边界 逻辑的边界也就是世界的边界 它作为一个工具 只有用逻辑能说明白的问题呢 我们才可以来说 如果不能用逻辑来说明白 那可能这件事就不能用哲学来讲 最多只能通过一种游戏的模式 通过一种胡说八道的模式来讲解 把维特根斯坦的书整理一下 他对语言的解读是这样子的 语言是描述和解释事实的一个工具 语言的边界即是人类世界的边界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那语言是命题的总和 命题又是事实的图像 语言就是事实之间 语言和事实之间是通过图像元素来一一对应的 最后 事实是对应的基础 超出逻辑语言的边界的东西呢 请我们一定要保持沉默 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个 把火锅的故事 也就是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大家自己可以去 搜一下 这个故事呢 是这样子的 波普尔是现在人类奠基的把伦理学 作为一个经要提出来的 但是呢 对于维特根斯坦讲的伦理呢 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讲的 是没办法讲的 那么呢 波普尔可能就写了一篇论文 要做一个演讲 他要推翻维特根斯坦讲的伦理是不可讲的 他 再是呢 维特根斯坦其实在 讲为什么伦理不可讲呢 这个前提是有一个 哲学是无法去定义一个问题的 这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 一旦定义成问题 那就不是哲学问题 哲学是用来定义问题的 也就像中医的问诊一样 所有的医生的问诊 一旦确定了它是什么问题 可能就会放到某个科室里去了 但是呢 在所有的科室之上 可能有一个专家的会诊 就是确定不了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是用哲学来解决的 那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呢 波普尔就讲出了一些 维特根斯坦是这种胡说八道 乱七八糟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就问波普尔 请你给我举个实例 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定义哲学的问题 波普尔就迷茫了 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维特根斯坦呢 就随手从壁炉里 拿出了一个把火棍 然后对着他晃了晃 这波普尔这时候 突然灵光一现 说这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你拿着把火棍 对着我一个教授 这还是一个伦理问题 还是你的道德的问题 这之后呢 维特根斯坦听完完以后 就非常生气 把把火棍扔回壁炉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说 数字不足以谋 你不能 你以后没有再资格 和我聊天的机会 然后就转身离去 哲学是什么呢 哲学很大程度上的工作 是为了人类思考 和不可思考的东西 划出边界 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什么叫智慧 其实我之前有很多 都提到过 就是人类能快速分辨出 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做的 哪些东西是我们不可以做的 这就叫智慧 我们所有学习的目的 也增加 也就是增加自己的智慧 那哲学很大程度上的工作 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智慧 哲学最原始的那个词 在希腊语中 也就是爱智慧 翻译过呢 汉语 可以说的 思考的 能图像展示的 和不可言说的 是因为怎么说 它是没有意义的 不能真实正伪的 这些东西呢 我们分别 哲学的语言是一种思辨 是一种思维的游戏的模式 当然哲学的研究工作是去发现真相 不是去创造真相 哲学的目的是逻辑思想的一个澄清 哲学要为那些本来不透明的 模糊的思想 让它去变得思想可视化 并为他们画出一个明确的界限 当然哲学还要给人类指出 可以说清的问题 而逻辑后面会告诉人怎么说清 当然只要定义为问题的问题 都不是哲学的问题 韦特克斯在他的这本书上 还给出了哲学一个举例 非常形象的 就是欧洲有很多捕蚓瓶 捕苍蝇的一个瓶子 那哲学呢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困在 那个捕蝇瓶中 在一个小苍蝇的瓶子中 我们如何能飞出这个瓶子 如何哲学能帮我们来 找到那条路 找到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困在 太阳系或者地球 或者是宇宙 这个很小的宇宙里面 每个人也可能自己是 自己的一个宇宙 那只有哲学能帮我们 飞出这个困着我们的瓶子 还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治疗 是一种澄清 是一种陈述 Oh God please no No